Namaste Hi 大家好 我是May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時常運動的你是否感覺到肌肉僵硬柔軟度不足呢 今天Mayfit特別邀請到我們漂亮的Winnie老師 要教大家做短時間內就可以達到肌肉放鬆以及全身伸展的一些動作喔 Hello 大家好 我是Winnie 今天我們會在家裡做一點簡單的居家輕伸展放鬆 主要我們會針對我們緊繃的髖跟腿後側做練習 那練習的時間不會很久難度也不會很高 一起來到電子上準備開始吧 Let's go 首先我們將右腳往前帶到大概是一個腳兩個腳的距離 OK 手慢慢的放到你的腳踝兩側 深吸氣將你的脊椎延伸 吐氣慢慢的將你的腹部往前面的地板靠近 好 再一個吸氣打開胸口 吐氣輕輕的可以的話將你的頭垂下 如果沒有辦法的話建議雙手撐著地板停留在一半的位置 好 加深吸氣 慢慢的吐氣放輕鬆 你可以試著重心左右的動一動 去放鬆一下你的臀和髖外側 試著將你的雙手再往外走一些些 再來我們會把身體收回來一半 收回來一半以後看向我們的左邊 將雙手往旁邊帶出去 這時候幫我做一個動作 將你的右肩膀 右胸口再蓋下來多一些些 深吸氣 慢慢的吐氣 重心去靠近你的左邊 這時候你的右側身體會慢慢的延伸拉長 一樣如果你覺得太多的話 讓你的手掌按在你的腳底板外側 把胸口打開停留在前方就好 你可以做你自己喜歡的練習 就算是往前一點點都沒有關係 試著讓你的脊椎再延伸多一些些 停在你可以的位置保持深呼吸 我們輕輕的將身體一節一節的收上來 現在讓右腳踩到你的左膝蓋外側 注意兩邊的臀部都往下去抓好地面 右手手指點在你的臀外側後方的位置 吸氣將你的左手往上舉高 吐氣將你的左手抱到你的右膝蓋外側 讓你的右手再往後退一點點 好現在吸氣的時候做骨渣 感覺你的脊椎往上長高 吐氣的時候將你的右肩右胸再往後旋轉 保持慢而穩定的呼吸 再來我們又要放鬆臀外側囉 將膝蓋疊在一起帶回來 手指點地你可以挪一下你的左邊右邊的臀 再來可以的話把你的小腿往外撥一些 手指輕點地吸氣延伸或看你的胸口 吐氣慢慢的肚子去找大腿身體往前垂下 如果你發現膝蓋沒有辦法疊在一起的話 你也可以讓右膝蓋在外面一點點 重心往前的時候去找到你的外側再延伸 你現在還好嗎 有一點發現寬這邊很緊 沒有關係 所以在這裡要記得呼吸房輕鬆 好一節一節的這樣的身體收回來 我們現在將右腳彎 左腳往外延伸 OK 現在試著將你的右膝蓋往旁邊打開一點點 讓你的左手按在你的右大腿上 好 現在將你的右肩往後轉一點點 吸氣右手從外往上提起來 吐氣右手來找向你的左腳 好 可能沒有辦法碰到沒有關係 多化幾圈吸氣 按吐氣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妹在這邊的時候 要記得讓臀部往下做 讓你的肋骨往上轉開來 有沒有更痠 OK 好 現在這邊肩膀往前轉一點點 對 下面的肩膀往前 上面的往後打開 好 妹在抖了 加油啊 好 最後五 四 三 二 一 慢慢的看向前方 好 現在將膝蓋帶到旁邊90度的位置 讓你的左手放在你的大腿外側 吸氣右手往斜上提起 吐氣慢慢的你可以彎曲一點膝蓋 讓右手來抓到你的左腳 好 現在肚子收緊一點點 將你的右肩蓋向你的左膝蓋吸氣 吐氣慢慢的把身體趴向你的左腿 OK 所以一般在練習的時候呢 很多同學的右邊會比較高 所以要把左邊肚子收上來 讓你的右邊胸口轉下去 好 這邊大腿打開 這邊再用一點點腹部的力量轉下去 很好 所以認真做的話 你的腹部核心會收 是讓你的身體更靠近你的大腿前側 好 加油囉 最後五 四 三 二 一 一節一節的收回你的身體 好 現在直接讓你的左腳 帶到半菱形的姿勢 讓你的手往前點地 注意不要把它伸直或是放太裡面 一 二 往前兩步 吸氣延伸你的背 吐氣慢慢的腹部往前 再吸氣打開你的胸 吐氣慢慢的將你的頭靠近你的腳 讓你的左腳往前兩步 一 二 Nice 好 再往前一點 再往前一點 OK 停留在前方 你可以像妹一樣停留在這邊 或是像我一樣 往前一點點把胸口打開就好 OK 所以注意不要在這邊 又是像低頭滑手機的姿勢一樣 或是在這裡 做一個彎背 一直用頭跟手往前 所以你要把身體往上挺起來 最後五 四 四 三 二 停在你可以的位置 保持深呼吸 慢慢地吐氣 放輕鬆 當你的呼吸模式是很舒服的時候 你的動作也會變得比較沒有那麼緊繃 好 一節一節收回來 Are you OK? 好 現在將你的左腳踩在外側 OK 注意你的左邊屁股要做下去 吸氣右手舉高 吐氣讓右手抱住你的左腳 讓你的左手點到你的背後去 吸氣做高做挺 吐氣將你的肩膀胸口再往後轉開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妹現在做得很好 脊椎是往上延伸的 再可以的話 將你的肩膀胸口再向後轉動 很好 停留在這裡 慢慢地吸氣 加深地吐氣 好 OK 輕輕地帶回來 現在我們將膝蓋疊在一起 然後讓小腿再撥出去 讓你的手指點在地板上 吸氣將胸口打開 腹部靠近大腿 吐氣慢慢地將頭垂下來 OK 在這裡如果你的臀會想要翹起來的話 你可以讓膝蓋打開多一點點 不要把它太併在一起 因為太併在一起 對有些人來說 可能不是那麼的舒服 所以要記得將膝蓋分開一點 重心往前就好 如果你是出選擇的話 好嗎 加深吸氣 放鬆吐氣 可以的話身體再往前延伸一點點 最後五 四 三 二 一 慢慢地將身體一節一節轉上來 好的 現在我們將右腳往外延伸出去 讓左膝蓋打開 超過90度 現在讓右手放在左大腿 吸氣 左手從外面往上撈起來 吐氣畫一個圓 帶向右邊右腳勾起 吸氣打開你的胸口先 吐氣再找向腳 所以不要為了讓手去找腳 去犧牲掉你的胸口 胸口要持續地往上打開來 再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怎麼調整妹 試著將你的右肩膀往前 左胸往上帶起 好 手再幫我畫一圈 經過你的胸口前方 帶到最外面 再帶到最上面延伸出來 吸氣 吐氣再勾起你的右腳多一點點 讓你的左邊坐骨坐穩 脊椎延伸向側邊 好 保持最後停留 五 四 三 二 一 慢慢地帶回來 好現在將你的左膝往內轉 右手手指點在你的臀的外側 吸氣讓左手往後往上延伸 吐氣慢慢地肚子收眼睛 看向前面腳趾頭的方向 讓你的左手抓到右腳的內側 勾起你的腳腹部收 現在膝蓋可以彎一點 吸氣打開你的胸口 吐氣好像做crunch一樣 讓你的肚子帶向你的大腿 這時候你的下背會慢慢拉長 最後放輕鬆的時候 可以將你的大腿小腿後面一起放 靠近瑜伽墊 讓兩邊肩膀再放輕鬆 將你的左胸蓋向你的右膝蓋 右手可以再放鬆一點點 來 左邊蓋下 很好 這邊坐穩吸氣 肩膀打開往前看 吐氣不再往前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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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以慢慢地將你的背一節一節收上來 好 還好嗎 好 Are you ready for a challenge 好 我們現在進入到 challenge 好嗎 把你的雙腿往外分開 OK 能打多開就躲開 不要有壓力 每個人的身體都不一樣 所以不需要去模仿別人 自己打開覺得大腿內側有微酸的感覺 就很棒了 現在雙手一前一後 推一下打開你的寬多一點點 再換到另外一邊 推一下打開多一點點 好勾起來 好像有點不妙了 讓你的手指點在地板上勾腳 壓腳背就好 吸氣 按吐氣 吸 按吐 好 現在妹我們會用計時計三分鐘的時間 我們就重心往前 安安靜靜地呼吸 停留三分鐘 那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們是初學者的話 建議先停留三十秒 到一分鐘就好 不需要停太久的時間 每天慢慢練習 慢慢增加可能十秒二十秒 最後試著完成你的三分鐘挑戰 不要在電視前面或電腦前面 把你們的身體拉上喔 所以這一點要非常的注意 好 雙手按著地板 吸氣胸往前打開 將你的大腿往後轉角勾起來 吐氣的時候重心慢慢地往前 往前以後 你會感覺到你的大腿內側酸酸的 當你的身體開始抖的時候 你的身體就會給你一個警訊 就是這已經是我的極限了 所以你要聆聽你自己身體的聲音 知道說這裡是極限 好 那你就要停留在這裡 慢慢地呼吸 很好 妹試著將你的手往外擴開一些些 讓你的上半身有更多的空間 可以往前停留 把你的雙腳再勾起來 OK 手輕放就好 讓兩邊大腿都坐穩 好 現在吸氣的時候 讓胸口挺出來 吐氣的時候 讓肩膀放輕鬆 很好停留在這裡 我已經感覺妹在抖了 好 加油喔 這是史上最漫長的三分鐘 保持呼吸停留在這邊 在過程中 你還是要持續地去觀察你的呼吸 還有你身心的狀態 如果在這裡你覺得好緊繃喔 好想要它結束喔 雙手往後退一點點 這時候你可能覺得 好像沒有那麼糟了 我好像可以跟我的身體 在這個深度裡面相處 OK 這個對你來說是非常好的停留點 那如果你覺得 嗯 我覺得我還可以再挑戰自己多一點點的話 手可以往斜外走出去一些 深吸氣 慢慢地吐氣 好 呀 好好 啦 好 我 我想一四個 好 啊 好 哦 好 啊 好 啊 好 啊 好 我會 好 我們都可以 好 我想去嗎 好 我想去嗎 好,現在將你的膝蓋左右左右帶動一下 我們找到舒適的坐姿,將手背放膝蓋上方 肩膀輕輕的提起,再放下往上往後往下動一動 讓頭慢慢的倒向左右邊,放鬆一下頸部外側 側到你的頭,讓左右兩邊再放鬆 最後我們讓下巴點向左肩右肩 讓脖子後側也跟著一起放輕鬆 當你準備好的時候,身體擺正回到中間 坐骨扎根,脊椎往上延伸長高 吸氣,感覺身體往上拉的更長 吐氣,讓肩膀往下放輕鬆 停留在這裡,給自己安靜的時間 讓動作靜止下來,現在唯一有在流動的只有你的呼吸 慢慢的吸氣 慢慢的吸氣,放鬆吐氣 深長的吸氣,慢慢的吐氣 你可以跟我一起在這裡熟習 吸氣 1,2,3,4,5 吐氣,5,4,3,2,1 吸氣,1,2,3,4,5,6 吐氣,6,5,4,3,2,1 吸氣,1,2,3,4,5,6,7 最後8,7,6,5,4,5,6,7,8 吐氣,7,6,5,4,5,6,7,8 最後8,7,6,5,4,3,2,1 回到正常的呼吸上 重新感受一下呼吸的質量 像是在看海一樣 我們看著我們的吸氣往上帶起 吐氣往下降,放輕鬆 吸氣感覺身體更多空間 吐氣把不再需要的人事物同時放掉放下 吸氣帶入滿滿的新的能量 吐氣,哈 Let it go 最後給自己在一分鐘的時間 停留在現在的坐姿 好好的感受當下 然後再過一次 confused 他就會喜歡 散光 入了 進去 爺 轻轻的动一动脚趾头 动一动手指头 把意识带回身体 搓一搓我们的掌心 感受到掌心的温度 慢慢的带向我们的脖子两侧 慢慢吸气 吐气轻轻的 给自己一点简单的按摩 放松一下脖子外侧 后侧 再让你的手指带向你的锁骨 轻轻的揉圈放松 双手带到心口前方合十 感谢自己今天的练习 我们一起将拇指带向眉心 谢谢May 谢谢大家陪我一起练习 Namaste 谢谢May今天的练习 谢谢Winnie老师 Thank you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